健康有理Easy之心 Hello 我是Charlene 許多亞洲人在美國從事像是保健食品 甚至是化妝品或是營養補品這個行業 都並不知道其實FDA的法規到底為何 所以有一個專業的協會 今天就要為我們來一起講一講FDA食品監管的迷宮 首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特別來賓就是美國保健食品藥物協會的創會會長 也就是徐孝林 徐會長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榮幸代表我們協會 與其他兩位來接受你們的訪問 徐孝林先生 美國保健藥品協會創會會長 現任新世紀公司總裁 擁有雙碩士 是一位超過40年資深的食品 保健品 藥品 醫療器材 化妝品技術 及FDA USDA法令專家 接著為您介紹下一位特別嘉賓 也就是美國保健食品藥協會的現任會長 陳時美 陳會長您好 各位觀眾好 我是陳時美 我是今年開始接任新的會長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陳時美女士 美國保健食品醫藥協會會長 陽光教育中心校長 美藥文教基金會會長 南加華人30年史話藝術主編 前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南加中文學校聯合會執行委員 全方位生命科研中心總經理 接著為各位介紹的是美國保健食品藥物協會的榮譽顧問 也是盧順賢 盧顧問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謝謝盧博士來到我們的健康 好意思跟我們做許許多多的分享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下的定義是 健康是指身體 精神 還有社會面的完全安寧狀態 不過在這樣的定義之下 到底成年人對於營養的定義又為何呢 這個問題你們現在先請教一下創會會長 其實成年人對於營養的定義在哪裡 對 我覺得成年人的營養定義 完全跟年輕人不一樣 尤其我們這一代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 就大家都吃得非常好 對 所以說成年人反而是要 英文講scale down 就是說你一定要算 別吃得太好 不要吃太好 比如說少吃一餐 比如說你每一個禮拜少吃一餐 這個反而對身體更好 所以說營養過分反而有害 就是說當然了 營養最重要是一定要complete 就是要各種各樣的營養都會有 對對對 如果有偏食的問題的人 如果有偏食的問題的人 那一般的人 還有各種保健品 還有各種各種礦物質 還有很多譬如說魚油 很多這一類的話 那是這種保健品是幾乎每個人都需要的 每個人都會需要 尤其老年人以後有某一些保健品也是必須要的 譬如說每個人的關節都不會太好 所以吃關節對關節有幫助的 是絕對有用的 或者是男人的話是前列腺 女人的話是更年期 所以這一類的保健品 就是幾乎大部分人都會需要 所以其實許會長您的意思是 每一個人雖然是成年人 我們現在是吃得太好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少吃一些 可以少吃一些 可是保健品是不能少的 保健品是某一些保健品不能少的 譬如說鈣片 鈣片是不能少的 但你吃鈣片你不吃維他命D就沒用 你一定要維他命D你還要曬曬太陽 尤其亞洲人 亞洲婦女都不喜歡曬太陽 這個油是你吃很多鈣片也沒用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要有這個知識 要有這個常識 必須要了解到 其實保健品裡面它的成分是什麼 如果是要吃鈣片的話 必須要跟維他命D 還有太陽做三種的結合的作用 所以吃了鈣片才會比較有用 接著我想要知道的 其實我想要知道 其實讀理學還有公眾健康 加上現在台灣非常多的食品添加劑的食安問題 在美國會不會發生 或是已經發生了嗎 讀理學是研究外源化學物物理和生物因素 對生物體和生態系統的損害作用 有害效應與機制 以及中毒的預防診斷和救治的科學 當然美國也難免會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自己在食品工業界做了二十幾年 我曾經做過一個公司就是做食品添加劑 這個食品添加劑叫做阿斯巴填 阿斯巴填它是一種糖精 它比糖填了兩百到三百倍 那我親自看它怎麼樣從研發一直到上市 所以我很了解一個食品添加劑 怎麼樣經過FDA這個批准 那個過程是幾乎是跟一個藥的批准一樣的 非常非常的非常難 我們大概是經過了八九年才會批准 就是從發現以後 八九年以後才批准 而且批准的 為什麼它會批准這麼嚴格 是因為你曉得這個糖精可以放在很多食物裡 它可以放在巧克力瀏覽 它可以放冰淇淋 它可以放蛋糕 可以放各種飲料 Dial Coke Dial Pepsi Everything 所以它我們如果不小心的話會吃很多的 所以FDA就是它每一項每一項的通過 並不是一次就Approve 不是一次就全部通過 它是每一項每一項通過 而且要拿你的配方 拿你的製程 它要很詳細的去研究 所以FDA批准一個食品添加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個人對FDA的這個法規之間 我是非常深深的相信的 所以其實剛才呢 許惠傳告訴我們 阿斯巴林這個糖精呢 經過他那個FDA慢慢的長路 大概要八年到九年之久 才有可能會被通過的 而通過了之後 當然這個食品添加劑就是要被添加在食品裡面的 阿斯巴林所謂的糖精 這個糖精對人體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你的大腦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下節回來馬上告訴你 你會無緣無改到沮喪或者是焦慮嗎 小心你可能已經陷入糖的陷阱裡面囉 到底糖其實對人的大腦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這一節裡面我們要趕快請教一下盧博士 到底吃糖除了會對腰線讓它變來越寬越大 還有體重會直線上升之外 還有什麼影響會對大腦造成 首先我跟你的答案就是 血糖糖不會做成忍的 就是說你隨時可以停吃的 不會上忍的 OK 所以糖不會上癮的嗎 不會的 但是你喜歡喝 喜歡吃是另外一個為事啦 是喜歡但是隨時可以停的 那麼血糖我專注糖跟癌症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特別是乳腺癌有沒有關係呢 這個其實你們可能不知道 其實在科學界是研究的很深熱的 比如說他說大量的血糖是會致癌的 有時候報紙會誇大 其實曾經來說普通的糖是不夠致癌的 它是研究結果用老鼠的實驗 人不能隨便做實驗 老鼠可以做 比如說等於一個人體 等於一個人要吃250個 Soda OK 一天 250瓶 Soda 才會治癌 才會治癌 所以你不要把糖怕得那麼厲害 所以糖是可以吃的 但是關鍵是不要吃太多 主要是熱量不能多 熱量多就會胖 所以這個觀念我當然了解 因為你糖多了嘛 你糖多自然身體就會越來越臃腫起來 可是其實真的您剛剛所說的 攝取過多的糖 真的不會刺激大腦 讓你覺得會有上癮的感覺嗎 不會的 你覺得很舒服很高興 是讓你非常愉快 心情非常愉快 OK 那再請教您 那如果吃了這麼多的糖的時候 難道對於乳腺癌大腸癌 現在有人還有說到了所謂的 糖尿病的第三型 有了第一型第二型 甚至還有第三型 就是因為吃糖太多而造成的 到底糖對於乳腺癌大腸癌 跟我們所謂的糖尿病第三型 有沒有直接的關聯呢 我剛才就說 這些都是不是那麼容易規定的 是要長時期的做法 我就說我是比較對乳腺癌知道了 就要很多很多 其實糖尿病也是 糖尿病有時候也是 過世過癌的因素組合情感 我再講一下現在紅肉 對癌有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做很多 因為美國所有人都吃豬肉 牛肉吃很多嘛 是不是胃有癌 都是紅肉 那麼現在變成好些 有些人都不吃 只吃魚吃 甚至吃素 其實也不是要那麼嚴重的 紅肉呢 他們做了很多800個研究 對 那麼就是一個研究 可能很多人幾千萬塊錢的 然後這個聯合國的致癌的 聯合學會就把它分析分析 因為紅肉呢 有七個研究因為可以致癌 有七個研究是不可以致癌 這是我從癌症的說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也不要怕的那麼厲害 對 一個都不要吃 但是他們說 process 加工科 是 加工食品 就不一樣了 加工的食物呢 17個研究呢 絕對大部分說 跟癌症有關係 有直接的關聯性 所以你要吃加工的 譬如煙肉啊 煙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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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腿啊 就不要吃 因為它加了很多的防腐劑 對 它加防腐劑 所以其實像 剛剛會長講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食品裡面 像這些醃製的食品裡面 加了防腐劑 防腐劑才是跟癌症 是有direct correlation的 是直接有關聯性的 對 生鮮的肉的 不要怕 什麼都不要吃 OK 所以其實營養均衡 才是最重要 剛才卢博士就提到 吃糖 可以 不要怕 可是不要太過火 吃紅肉呢 也不要太過火 可是如果要吃 腌製品的時候 就要小心了 因為腌製品裡面 還有防腐劑 那我們再說了 其實 還有呢 肉呢 也不要吃太多的脂肪 吃一點可以 因為脂肪呢 他們算過 中醫的說法是 不能超過30% 乳腺癌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最關注的焦點之一 加拿大西奧蘭諾大學的肯卡羅爾教授的研究證明 膳食脂肪與乳腺癌之間有非常強的聯繫性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丹麥 紐西蘭 荷蘭的女性 每天摄入的總脂肪高 乳腺癌患病率高 太關注性每天摄入的總脂肪量最低 乳腺癌患病率也最低 那其實也有新的研究典範上面是想說 其實試糖就是很愛吃糖的人容易會造成沮喪還有焦慮 因為大腦會開始拒絕控制血糖的胰島素 讓血糖忽高忽低 跟著你的情緒就跟著像做雲霄飛船一樣 忽高忽低 是這樣嗎 對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個糖對大腦是會有影響 因為糖剛開始的時候 你吃的時候大腦裡面會分泌一種很快樂的荷爾蒙 叫做多巴胺 所以吃糖吃太多的時候 會造成我們的腦中的血清素降低 降得太低的時候 因為血清素是讓我們平衡我們的情緒的 當它降得太低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變得有憂鬱症 填食會啟動大腦的回饋系統 分泌神經傳遞物質多巴胺 帶來興奮和快樂的情緒 然而啟動回饋系統的頻率過高 就會讓大腦陷入危急 去糖的結果會讓大腦機質失控 同時大腦也會開始拒絕控制血糖的胰島素 讓體內的血糖忽高忽低 導致情緒化和疲勞感 血糖指數過高也會造成沮喪和焦慮感 其實均衡的營養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其實還是有人說 其實肉食剛剛我們提到的 像是紅肉其實跟癌症是不是也有關聯 我們之前已經提到了 紅肉跟癌症並不是有直接關聯的 可是任何食品吃太多 那是對身體都並不是太好的 現在的人文明明是越來越多了 而慢性疾病也都悄悄的走上身了 到底有些慢性疾病是什麼呢 而這些慢性疾病什麼時候會在你的身上悄悄出現 下節回來馬上告訴你 現在的人有越來越多的文明病 而文明病都有可能會是慢性疾病 所謂的慢性疾病是一種受害組織或是器官功能逐漸惡化的疾病 有可能是因為人體老化或者是生活上的形態改變而造成的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到底哪些是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有很多種 大部分在腦力或者記憶力或者神經系統的衰退這方面 每一個慢性疾病都會有很深入的原因 我們不妨就心理上的方面來談一談 我認為有三個地方我覺得我們需要幫助年紀大的人 那我自己也是這種年齡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我們不能停止工作 不能說年紀大了就不工作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面對挑戰 那就是說還是要勇於承擔能夠面對挑戰 第二個在身心靈方面 比如說運動方面有人採取跳舞唱歌 那麼閱讀 或者是做什麼計畫 旅遊的計畫 甚至去做義工 這個都是對社會很好的貢獻 也不會抹殺老人的這個生產力 第二個我覺得非常要照顧這個 我們家裡的長輩或者老人他們的心理 通常人都叫老人說你心態要寬容 要忍耐 我不覺得是應該要忍耐 我覺得老年人他的喜怒哀樂還是要表現出來 第三個我覺得老年人也是要愛美 我覺得老年人要穿得很漂亮 然後自從自己的打扮 然後常常把自己做得很乾淨 這三方面也就是符合中醫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寶貴的這個哲學思想 就是精氣神 我覺得其實老年人最重要的就是心裡要愉快 對 心情好 我覺得自然而然就會表現在臉上 表現在你的身體上 讓你覺得其實這個人呢 他並不是年紀上跟你有任何的隔閡 或者有任何的代溝 因為開心 每個人都可以開心 大家開心起來 笑的臉都是一樣的 我們再回到之前醫學上面的角度來說 其實所謂的慢性化 退化性的疾病有包含很多 像是阿斯海默症 像是癌症 甚至是糖尿病 或者是前列腺剛才會長講到的 關節炎 骨質疏鬆 這些都算是退化性的疾病 到底人從什麼時候開始 會有退化性的疾病呢博士 不一樣不一樣 譬如說關節炎 女的是60歲以上 75%都有的 哇 那麼中醫來說 50歲以上都有小毛病 60歲都有大毛病 所以是慢慢衰退的 所以年齡越大 身體的機能就越來越下降 疾病也就越來越多了 那這個是不是因為之前 你沒有好好運動 或是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所以50歲就會有開始 這些退化性的疾病 還是無論如何 你的身體機能慢慢走下坡 無論如何你的身體會 等於氣氛老了 OK 但是你的基因是 有些是這邊差一點 有些傳染不好 有些輪子不好 你的有些是濕蓋不好 但是濕蓋 那麼要補充呢 就有三樣都要補充 是 他會講食物的問題 但是氣也是很重要 所以插針是把他氣通了 哦 所以要氣通了 很多人說氣不通就是萬病之源 是 你練氣功也是一種原因 就是看你有沒有這個心情去做 你不做那就差一點 那更重要的是心情好 就是神的問題 神的講通足一點 就是精神的問題 講得深刻一點是靈魂怎麼來的 哦 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啊 人的一生當中啊 就要有許許多了的元素來製成 可是無論如何人到某一個年齡的時候呢 其實身體就會開始慢慢的衰退 器官呢也會慢慢減弱 它的運行的方式 這樣子來說怎麼辦 我們怎麼判許會這樣 以一個保健的角度來看的話 兩方面我們可以來做 一方面就是在攝取保健品的方面 我們盡量多攝取這種 我們叫做抗氧化 抗氧化的這種 抗氧化的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當然就是 維他命E啊 維他命C啊 還有黃銅啊 黃銅類啊 這個多吃這種青菜水果 大部分的青菜水果都含有這種 還有胡蘿蔔樹也是非常好的 有很多種了 但一般來講的話 你多吃這個綠色的青菜 還有這個紅色的像番茄啊 胡蘿蔔等等的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也講了很多 就是保持心情好 因為保持心情好可以去掉 因為我們人體本身也有 也有去把這個 把這個自由機去掉的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 所以如果我們心情好的時候 我們這個能力就特別強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自由機去掉 我們如果去掉的速率 比它進來的速率快的話 我們就 煩老還童 煩老還童 而且心情好這個 可能說不定比吃還要更重要 對對對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星期是跟著你24小時的啊 你吃一天可能只是吃三餐 或者是吃兩餐 對對對 對不對 2009年諾貝爾勝利學獎得主 伊麗莎白等總結出的長壽之道是 人要活百歲 合理膳食占25% 其他占25% 而心理平衡的作用 占到了50%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資料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資料 它上面就說 到達2030年的時候 65歲以上的這個環境年齡 會比5歲的以下的小孩還多 所以可見未來這個健康食品業的這個重要 我們在此也提醒所有 注重自己個人健康的人 能夠多多關注我們這個會的資訊 請大家看我們的網站 我們都有不停的新的華令或者華規公布出來 給大家知道 所以就說啦 其實歲月催人老 而自由期更是催人不斷的變老 在這麼多的外在環境下 都會讓人不停的老化 所以自身的開心 還有一定要記得的 就是要好好的從年輕的時候 做好今天的保健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好Easy 健康有理 Easy執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